早上九点钟一到大型推挤现场 上百人往前冲 有人没站稳坐在地 光脚压拎鞋继续跑 年长的大姐们也没放弃 仔细看还有人挤出火气 蓝衣大哥用力往黑衣挥拳 四周叫嚣声劝导声不断回荡 很可怕耶 超可怕的 感觉就是一群丧失 会让大家抢这么凶 是因为流行品牌和奢华名表 首次破天荒合作推联名 打造第一纸生物陶瓷登月表 以太空为灵感 用月亮太阳及九大行星 打造出十一种配色 张小姐和朋友们说 因为联名表款 台湾限定只有台北101 和西门町门市开卖 他们清晨四五点钟 就从桃园出发 但商场和业者没协调动线 现场一团乱 他们也没买到 他们根本不知道说 警车厂会提早开门 所以他们也很气 他们也要争 最后就是变成 在互相吵架 而西门町也有大批民众抢购 这次联名款外形不对称表壳 小表盘等 其中黑色款G4原版 过去名表价格动辄二十万 现在只要七千九 而且表款非限量 不过首批来台一百指 一人限购两指 却有人手拿好几袋 疑似请来带牌帮买 现在网路吵架已经飙到两万块 据了解往后还会开放网路贩售 只是有些人等不及想拿新表 也难怪现场牌报表明相针 大打出手 TVL新闻 王信棠 中哲隆 张慧仙 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